今天我们是起的比较早 收拾一下 我们今天就准备往戈壁滩的深处 和车友一起去戈壁滩的深处去逛一逛 它说里面是有个海南滩 有很多人在里面都是长期住在里面的 住在里面见识度的 我们去看一下 对 我觉得既然到这边了 我们得去见识一下 对不对 对 希望我们车能开得进去 现在我们就准备出发 就见识一番 来了 就去看看 不看后悔 我们也去见识一下 对 但是我们也是靓丽而行 如果说车子开不进去 我们也不会抢久的 见到这边加油站 把油补满 水满电满油满 再出发 今天的天气还可以 不怎么热了 感觉现在都不是特别热了 都热这边的 它的戈壁它它草比较多嘛 所以说它被炸一下 就热还好 没有饿 那没热 对 可能现在也到秋天了嘛 这边路边种了一大片的葵花子 感觉都可以吃了 人家应该是拿来炸葵花子油的吧 这个比较小 感觉像是拿来炸油的 没有看到市场上有卖 都一大片一大片一大片的 我发现新疆这边种东西都是一个地区种一大片的那种 对啊 统一种植嘛 这边你看就是玉米和葵花 你看上面玉米 我们看到了戈壁山的入口 这里就是宝石山的入口 就是红石山的入口 上次我们就走了一点点 然后就没有往里面去了 今天我们三台车 三台车又来了一个车友 然后就一起进去 看一下吧 如果说我们车能进去的话 就一直开到这里面去 样力而行 样力而行 我们车在最后面走 让他们两个人在前面走 反正开都开不快 样力而行 能看到哪是哪 好了 让他们走前面 看段路 我们跟着走吧 对 出发 他们是经常在戈壁山剪石头的 他们知道路 他们的小车好开 我们开的慢 不是 就这个抽一百太颠了 太颠了 像闪架了一样 他们小车是不是开的越快 越不颠了 是啊 好多乐口 他好像要过马路了 小心一点 好大 现在还知道跑一跑 挺乖的 他这里是这草 吃得好 我一说漏头 你看阿白又来了 你不敢叫什么声音 他也不敢叫了 阿白就 嗯 打不赢 你也知道 大白 这么开心 又到戈壁山了 是吧 你看他开心 坐得挺稳的 感觉我们开进来好多公里了 我还没开到头 停下来休息一下 两个车友他们已经开到最前面去了 他们速度太快了 我们这个车最主要是它电摸的比较厉害 要慢慢开 你看这荒漠全是 这个其实像戈壁山的 它不算是特别荒 它都有绿草 这个草还行 不是骆驼草 骆驼草应该是在海南滩上 上了前面那个戈壁山呢 上翻过前面的山上啊 那边就是海南滩了 咱们都动了海南滩 嗯 刚刚我们路过的时候呢 发现路边有一个 很一大堆的骨头啊 我看一下 这感觉像 是被动物吃掉的 还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 摆在这种七星怪状的 都已经在这边很久了很久了 从那个头型上看 感觉像 牛还是骆驼之类的 真的是假的 真的 我看像是一头牛一样的 应该是人家烤全牛 我猜的 可能是被狼吃的 应该不会吧 我感觉不太是这样 会被狼吃的 应该是 应该是自己在这烤的 但是人也不会吃的这么干净嘛 是吧 别过来 别过来 过来 去 但是你仔细想想啊 要是人吃的话 应该不会这么干净嘛 我跟你讲 肯定是感觉被狼吃了 被狼吃了 不知道 走吧 你看他一整头在这里 你看 土贵都有 嗯 就把肉吃了 他家捕捉了 嗯 走吧走吧走吧 哈哈 好恐怖 不敢带他来靠近 走走走走走 他们刚刚往前面探了一下路 又往回来走了 估计前面的路不对 在这茫茫戈壁 真的很容易走错路 过来过来过来 再往那边走吧 走吧 走走走走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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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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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里啊 不是这里 前面没路了 还是要往那边走 前面没路了 好吧 走上去 上去 走走走 还没到 没完呢 直接啊 感觉这里就挺着石头剪了 哎呀 不要走 从这个马路边进来呢大概有个二三十公里吧 也不知道看到哪了 反正就知道上了前面那个山头啊就是海南滩了 看我们停车在这里啊 这里入眼的是一片的红色啊 这里难道就是红石灘吗 爷 你把你起子都拿好了 你的随手装备可以啊 阿白 阿白过来 你看看那袜石的装备啊 你新买的新买的这个啊 刚买的就给早上买的 我我我昨天就买了 昨天买的是吧 给 这才叫勾石头的 你也勾石头的 还会拉个起子你看对不对 我这起子也还可以吧 这勾石头 好好的一块肚肉红 也是 哎 这勾石头真的不错 这里之前肚肉红的是吧 这勾石头不错啊 这里呢应该就是红石灘了 这里可以看得到啊 就是有很多这种大坑啊 就是你像以前那个 剪石头啊 就是表面剪不了了 就过来挖 看到没有 大呗 跑下去 再看看这个 你看这里有好多好多这个洞啊 都是这种洞 看到没有 好多 这要眼睛看得到才行 哎呦 你看 还有 这个态上全是洞啊 还有这么大的洞 全是人家以前 全是人家以前挖的 我们在这边捡一点 捡一会儿 最好在这边休息一下 大白这个捡宝石卖力啊 啊 刚才说人家挖了个大坑 他就在这里开始开挖了 哎呦 大白 这石头多啊 挖的脚累不累 不要挖了 别挖了好不好 我的天 看人家挖的大坑 看二伯 二伯 不要挖了 不要把脚挖累了 挖累了 好不好 不要挖了 大伯喜欢这红色是不是 挖点红色石头出来 狗子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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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没有 看有没有好的 看有没有好的 我看看有挺都红红的嘛 哎呦 捡了个爱心 这个不错 不错 这个我喜欢 捡了个度热红的爱心也不错 形状好 这也还可以 一般也可以了 爱心的形状嘛 每个各种各样的石头 来个爱心的形状也不错 好一点的东西 就是很亮的 厚的亮的 像这个我感觉也比一般的要好一点 不错 有收获 我的收获 这么卖力 来我看看 看看还有没有好的 哎呦我的天呐 所有的宝石都在埋在地下 他是不是知道底下有宝石啊 你把脚挖累了 这一片了 地上全部都是红红的石头 应该就是红石滩了 全部都是红色的 红色的石头 红色的石头我觉得挺漂亮的 看有没有 要捡到那种好的 好的玉啊 估计是已经很难了 都被人家挖成这样子了 我觉得就捡块形状 其实长得比较特别的 拿回去做纪念的了 看这狗子 热的 哎呀 看到坑里 在坑里抖一抖 好不好 热不着 走回去 鸽子开心的 就喜欢站在高的地方 跟一头狼一样 你看在那里 普世的前方 一头狼一样 我一眼看到这个石头 就觉得它在上面的纹路 感觉好搞笑 要不要捡个大石头回去玩 它里面肯定也是红的 而且这么大一个小区 是不是要气死了 我也闻它 都知道 它这上面的纹路 好特别 真的跟画上去的一样 在这边捡了一圈 我发现我们那个丑边那边上 还有不少好石头 我觉得这小的也挺好看 你看这小的 养鱼不错 保时光吗 这裂的保时光 虽然没它价值 但是我觉得 裂的保时光 它有个保时光 你看 它应该不是保时光 头边上挖 里大爷的 有保时光被你体质给戳坏了 好看 洗一下我觉得好看 这还可以 挺圆润的 我喜欢这种小的 我那里挖点小的 里挖点小的 有些小的这挺好看的 你看这小的这红色 这白红色 挺好看的 你看 天然吊坏 这小了一点 小的盐韵了 这个可以看起来 这个也不错 你看天然的吊坏 你剪透一点的 我拿回去洗一洗 不要剪那些不透的 像那种实心的 不透的就不用剪了 五颜六色的 看一下 好漂亮 全都是天然的吊坏 看我这个 保时光 我剪了一个保时光 你剪到保时光了 肯定是保时光 我看一看 送给你 我看你激动了 我看看 这是什么保时光 红宝 是保时光 这是 这肯定是保时光 这是红宝还是黄宝 红宝吗 好透 老徐刚刚剪的这一个 真的 放在这里 跟其他石头真的不一样 它是自带光的那种 真的是自带光 你看 就特别耀眼 就那一颗特别耀眼 你看 就它最耀眼 可以 你的眼光 戴个眼镜可以 那还必须的 好漂亮 大白好搞笑 就在这边坐在这里 静静的看着 鳗鱼在这边挖 你看他干啥呀 给我挖了 他要把你带子给吊着 我就笑死了 把吊子带了 给我带着了 他踩住了 用脚踩住了 大白你给我回来 大白你给我回来 大白干啥呀 回来 大白蹦蹦蹦蹦蹦蹦回去了 太热了有可能 太热了